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第二集 艾瑞咨询的报告就印证了这一点 新音乐人 成长在抖音 短视频对音乐产业巨大助推力背后 抖音做音乐的天然优势也凸显出了 对于更多新音乐人而言 选择在抖音出道 比传统找到唱片公司的方式要容易许多 在噪音行动之前 抖音在2018年就推出了抖音看见音乐计划 2019年第二届抖音 看见音乐计划第一名你新容的你 笑起来真好看 抖音平台用户使用量就达到8100万次 视频累计播放量超过85一次 被人民日报评委2019年度 十大BGM 抖音音乐在看见音乐计划之后 推出噪音行动顺理成长 看见音乐计划就交于人 那噪音行动就更具交于音乐本身 看见音乐计划主打发现宝藏音乐音乐人 噪音行动最核心的 则是以爆款歌曲的增长 为抖音音乐强大健全的宣推能力 背书 噪音行动是全网首个短视频歌曲宣推计划 由面倒点锁定抖音潜力爆款音乐 通过抖音平台不能打造爆款音乐 为更多优质音乐人提供属于他们的平台和流量 噪音行动对于歌曲的种类接纳度无所不包 多元兼容 从心 流行到鼓风 宁瑶 这一场噪音放开了音乐的审美 只为挖掘出更多好声音 噪音行动是抖音音乐最有价值的音乐IT之一 它直接服务于独立音乐人 厂牌或者商业化歌曲推广在内的音乐宣发需求榜 甚至连影视剧OBT 垂类歌曲宣发 都可以通过噪音行动 在抖音展开 抖音首创的短视频宣推方式 在其他任何数字音乐平台都不具备的 再加上平台强大的流量 可以说全民未来到抖音的歌曲赋能 在这里 歌曲可以被二次创作 三次创作 形成短视频密次方创作 给音乐行业带来新的想象空间 噪音计划打出抖音音乐影组合权 为每一首歌曲找到 体配自己的宣推方式 为每一首歌 定制最优出道路径的同时 也能让这个时代下的音乐人 得到更多元的发展 音乐人颜奇尔的歌曲 新链在抖音的累计播放量 超过14亿次 正是噪音行动 一系列的运营动作 与其他功能单一的 数字音乐平台相比 噪音行动最大的竞争力 在于抖音短视频的内容载体 不同于流媒体 在抖音内部有一系列推广手段 是外界无法效仿的 这其中包括 各类使用音乐的场景 优秀的各类达人 创意无限 将歌曲赋予 新的生命 道具影集等 多维度使用 打造不同的歌曲形态等等 音乐人成长的新平台逻辑 通过短视频 发掘音乐人 将作品打造成IP 新的平台逻辑 正在诞生 抖音正在挖掘更多音乐新人 让有音乐天赋的素人 获取上升通道 一 抖音放大了原创音乐 随时被发掘的可能 让音乐人以更平等的方式 进入市场 二 一部分独立的音乐人 可以不依靠 传统唱片公司的包装和推广 被大众熟知 在音乐流媒体之中来说 音乐人往往依然需要 一套一家唱片公司 或是平台的包装 才能将作品 通过流媒体 触达到用户 其中 流媒体平台和唱片公司之间 还要产生巨额的版税 三 抖音作为平台 可以把平台资源 倾注给那些 具备进一步前例的音乐人 对平台内音乐人的现金 和流量扶植 以及包括 创作指导 行业和商业合作 线下合纵一演出 直播电商等资源和机会 这些资源 不仅能够解决 音乐人职业发展 上升通道问题 也帮助 音乐人的收入 多元化 IT商业化 抖音以更短的视频内容 创造了更为开放的音乐环境 在抖音 一个独立音乐人 不需要任何相应的行业资历 就可以创造出一条 并不是传播的短视频 进而收获关注 生产更多的音乐作品 这种短视频平台的发展 为任何类型 任何资历的音乐人 都铺平了道路 对于音乐产业来说 短视频的超级平台 庞大的流量 都是以往这个产业 求而不得的助推力 短视频通过利用音乐 来连接用户和音乐人 推动了 音乐爆款作品的诞生 同时也让大量素人常委作品 获得别关注的机会 帮助音乐产业 拓宽市场 其中最不可忽视的 自然是抖音的 超级平台效应 作为活跃用户 超过6亿的短视频平台 抖音具备更强大的流量优势 吸引了大量音乐人 和唱片公司的入驻 建立一个音乐人IT 上传视频 成为歌曲首选的宣发渠道 그것不可以帮助 一些某种移动 解决 和rou沙 女方 描蔽 感 Much 感觉 我们 很遠 感觉